就是跟你讲的水沾 你自己想一想 用脑筋想一想 我们古代 在中国大陆有些三河宴 四河宴 这些古老的这些房子 那个围墙的上面 还有这个瓦片 有没有 瓦片就是水沾 那个以水下来 顺着这样子滴下来 那个水沾 然后呢 这个水沾 这个连着一个墙 那边还有一个头 狮子头 有没有 那个狮子头 有些狮子头还咬着剑的 好像那个泰山石港丹一样 三海镇那些东西 上面写着这个 三海镇平安 他做我无妨 三海镇平安 他做我无妨 什么意思 就是三跟海都正在这里 别人做杠头 我通通没有妨碍 那这个三海镇的意思 就是这里 三海镇平安 他做我无妨 别人在害你 我没有妨碍 哎呀 因为三海正在这里 因为三海正在这里 意思就是那个剑斗 他那个剑斗的意思 就是一个头 一个墙的一个头 所以我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水沾 什么叫剑斗 什么叫做庄 庄就是 就是把剑斗在剑斗上面的啦 啊三海镇就水沾呢 就是厨厨啦 啊三海镇就建堂呢 就是那个 那家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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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石垃啦 石垃就是 廟石垃 那廟 那圈起来 那廟石垃 就是那些东西 我在搞建筑 讲到现在 就是在搞建筑 人做围墙 他也要教我 哎 你不要小看围墙 围墙很贵 在美国 做围墙很贵的 哇 吓死了 那个彩虹山庄啊 40acre 这样子的整个围墙 我本来是想把它做起来的 你知道多少钱 30万美金 和台币多少钱 八 八百万 就是单单围墙啊 就要花掉八百万 彩虹山庄有40acre 我本来是说 统统给它做围墙起来 它估价 美国人估价说 要八百万 我说八百万 算了吧 所以啊 那彩虹山庄的围墙 只有坐那个门前的 那一段是围墙 其他都是木板 接起来 接到三边 上面也没有围墙 没有办法实在是太贵 美国人做事情 我们说实在 受不了 是很受不了的 那个大理石 它一天给你铺十块 台里舅一天给你铺十块 台湾 半年一夜都 都坐起来 台湾一个晚上就通通都起来了 它美国工 就是一天给你铺十块 一个小时拿四十块钱的工钱 一个小时四十块钱美金的工钱 一天给你铺十块 小小的一点大理石 他给你铺差不多二十个工天 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在美国 我不敢再说下去了 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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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出去就惨了 真的那个围墙 没有什么的 要八百万 所以彩虹山庄到现在围墙 只有坐一面 四面围墙 只有坐一面 一面都还没有坐钱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这个众哥八祖师 围墙讲那么多 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实在太贵 这里面 他就谈到了 这个庄啊 庄 庄安宜强善 乃至门侧之端 随强而有 这大家看也知道 这不必讲的 庄啊 在墙上再铺上庄 一直到门旁边 连墙的旁边都有 当然都有 不然我都会喝一半 简直是会话 老实讲 这些都是会话 一宝庄成有三角 点形四方 平岩依次 砍色重宝 乃至柱旁 这个也是会话 你知道庄当然是四方形的最多了 但是到边边上要切齐 当然有三角形的了 那岩形是装饰的了 这个还要讲吗 另外他有一个 讲了刚才我讲了这个层次上的问题 好 196页 后面算来第二行 论说彩土墙上 宝庄 阴落 水沾 地 赤地 重叠 这个就是讲赤地的 因为先是墙 那么上面是庄 再来是阴落 阴落就是庄严的了 再来是水沾 就是让雨水下来的时候啊 下雨的时候啊 他流到旁边的这些庄严的 这里呢 也有谈装饰的 这边台阶啊 台阶就是楼梯了 楼梯阳下之一城 如所化则 修实一同 门处间断 非有 事故又名事严 托罗尼城 五城 虽未明说 以彼安部诸尊 然当安利 各种各色 五状之天理也 在这个台阶上 都有画 没有画上这个诸尊 但是中哥八祖师啊 认为应该画上各色的 跳舞的这个天理 在那个地方要画上这个 跳舞的这个天理 这个是最好的 最好看的 这里面有谈到剑斗啊 剑斗我跟大家 刚才大家 跟大家解释了 就是像那个什么 山海啊 我刚才讲山海正嘛 啊 山海正嘛 啊他做我无妨 山海正平安啊 他做我无妨 剑斗所在及其良度 如漫论营 196页